欢迎来到Eason独教 今天我们要来攻略的是奇策挑战司马懿 基础前能配置看影片照抄就好 但有一点要事先说明 此阵容的成功率极低 很可能2到30次才能全灭敌方一次 比较是用于已经拿到基本奖励想在网上突破之玩家 阵容原理曹操全体降攻防增加输出提升成功几率加速辅助回路 网易一定要摆二号位优先击退敌方司马懿 已尽早拿到400%增伤特殊版 至于基本挂件功能不多做说明 中会 妥妥的三星挂件增伤脚 不用无火也莫差 只是成功率会在大幅降低 太史词 对五核心 换五必备 由于伤害上下限差距很大 所以非常看脸 大乔 五星即可上阵 与中会一样 没上五火成功率会在大幅降低 王毅爆伤加大乔爆伤等于一伤基本标配 很多时候莫爆鸡所以伤害低是正常的 袁绍 标准其侧挂件脚 回怒增加最终伤害 让平均伤害低标提升 神兵部分 葫芦不可取代 治愈带来的30%怒弓伤害 对太史词有极大增幅 地剑 仅是为了针对司马 通常有70%以上都直接打在司马身上 五星地剑即可使用 也可换成停刀 龙枪 成功几率会降低 比较 不能针对司马先剑扁 扇子 透露增伤 全队唯一突袭脚 太史不是怒气最高就是最低 有曹操的存在 辅助角色怒气值通常都比太史高 除了中会之外 扇子给的怒气几乎都会在太史身上 太史普通攻击回怒100中会被打两次回怒150 整体而言 扇子透的攻击力跟怒气有70%以上都是给太史 所以才会摆上这个不常用的神病 以上阵容 感谢众政会员Horada提供 我仅仅是加上阵容原理讲解 并不是原创 希望大家看完影片都可以欧运爆发 拿下不错的分数 感谢各位的观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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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